Java串接LiPay 各位好我是黃偉欣 在現在的生活中我們可能去超商或是去購物的時候 我們常常都會使用到第三方支付的App 像是LiPay、接口、Apple Pay等等的第三方支付 就讓我有了想要用Java來串接LiPay的這個想法 於是就有了今天的主題 Java串接LiPay 那我先快速的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黃偉欣 然後我現在任職於華晴軟體科技 然後我擔當的是Java軟體工程師 那這邊有我Github連結 然後裡面有LiPay相關的程式以及一些其他的作品 那有興趣的話可以來看看 那這是我第一次參加JCC ONF 也是我第一次參加的大型活動 所以我有點緊張 那我廢話不多說直接進入主題 那LiPay的串接流程呢 我會把它分成三個步驟 那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建立sandbox的帳號 也就是沙盒的測試帳號 那第二個部分呢 在我們建立完測試的帳號後 我們會進行商家的後台設定 那第三個步驟就是 開始使用Java程式來串接LiPay的API 那我們會做什麼 我們會建立測試用商家LiPay的後台 然後我們會了解串接API的必要條件 那我們會在Java程式中呢 產生API的驗證簽帳 所以我們會使用Postman來進行API的測試 那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我們需要先建立sandbox的測試帳號 那它的用途就是 模擬LiPay的商家後台帳號 那建立sandbox的帳號呢非常簡單 我們只要到LiPay的官方網站 然後它就會有找到一個建立sandbox的頁面 那我們只需要輸入email等相關的資訊之後 它就會將一組測試的帳號密碼寄到你的email 那就可以用這組帳號來做商家後台的登錄 那在我們建立完帳號後 我們就需要進行商家後台的設定 那我們設定的步驟呢 就會是我們需要先登錄商家的後台 然後我們需要管理付款連結裡面的連結金鑰 那在連結金鑰的頁面呢 我們會去做一個查詢channel id 以及channel secret key的一個動作 那這邊有商家後台的登錄頁面 那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LiPay的登錄頁面 那我們只要輸入email裡面的那組帳號密碼就可以登錄 那成功登錄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LiPay商家後台的操作介面 那我們現在需要管理付款連結裡面的連結金鑰 然後在這個頁面呢 我們會去做查詢channel id 以及channel secret key的一個動作 那channel id呢 是為了讓我們在測試API的時候 我們request header中所必要的資訊 那channel secret key 則是我們在java內我們產自驗證簽帳的時候 我們需要用到的資訊 那第三個步驟呢 我們就會開始使用Java來串接LiPay的API 那我們到LiPay的官方文件呢 我們可以看到LiPay有提供兩種的服務環境 那一種就是Sendbus整合測試用的測試環境 那另一種就是production的正式的服務環境 那我們測試的時候呢 都是使用Sendbus的測試環境 那相對應的環境它會提供它的UIL 那我們這邊就是需要使用Sendbus的UIL來做測試 那目前呢LiPay是屬於V3的版本 那它是使用Base64 HMAC SHA-256的驗證簽帳 那Base64呢就是能將二進制的資料用 64種資源組合成字串的方法 那HMAC則是基於密鑰雜湊演算法的MAC 又稱為HMAC 那它可以與各種的雜湊算法 例如SHA-256來跟密鑰搭配做使用 那SHA呢是一種廣泛使用的三類方法 那它可以生成256閃列值 那它會將字符呢組成字符串後 轉換為一個固定的長度 那它一般則是轉換為更短的長度的數值 或鎖影值的一個方法 那HMAC SHA-256呢 它則是在SHA-256的基礎上加了一個密鑰的加密 那對方可以根據約定的算法 利用密鑰來對請求進行加密 那我方在收到這個請求後呢 用同樣的算法 利用密鑰加密後 比對是否一致 那如果一致的話呢 就代表 我們達到驗證身份的目的 那我們LightPay API Request Header資訊呢 我們到一樣是API的官方文件 那我們可以找到 common HTTP Request Header的部分 那它會告訴我們必須符合它的規定 那它的規定就是 我們content type必須是json的格式 那Channel ID呢 就是我們在LightPay上加後台取得到的Channel ID 那這邊Authorization Nounce的部分呢 則是我們會在Java的程式中 產自一個UID的隨機數 那最後是Authorization的部分 就是這次V3版本的重點 Base64 HMAC SHA-256的驗證前章 那這是它Request Header的必要資訊 那我們就會進入到第一個API Request API 消費者請求付款的API 那我們一樣在API的官方文件呢 找到Request API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提供的HTTP method 是POST 那它後面會有Request API所提供的UIL 那它提供的UIL就是V3 Payments Request 那官方文件呢 我們也會提供我們Base64 驗證千張的範例程式 那我們這邊需要注意到的兩個重點是 Channel Secret呢 我們必須換成我們自己 LightPay商家後台的Channel Secret Key 那Request URI呢 則是我們要使用我們相對應API所提供的UIL 那我們這邊就是使用Request API來做範例 所以我們的UIL就會是V3 Payments Request 這個UIL來做驗證千張的步驟 那除了Channel Secret Key以及Request URI的部分呢 它還有其他的範例程式的內容 那像是Amount呢是付款金額 那Currency是貨幣總類 Order ID是商家編號 等等的訂單資訊內容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點是Redirect UIL 它的Confirm URI代表的是使用者授權付款後 它會轉調到該商家的UIL 那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那為了方便我們把Request Header資訊呢 帶到Postman來進行測試 我們把它打印在Console上 那我們所需要的資訊就是Request Body Json格式的內容 以及Java產自的UID的隨機數 那它代表就是Request Header中的 Authorization Nons的部分 那Base64的驗證簽章呢 就會是Authorization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我們需要將這些資訊帶到 Request Header那邊來做API的測試 那使用Postman測試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四個需要注意到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HTTP的Method 必須是Post的 那我們的UIL呢 我們現在是使用Sendbus測試環境的UIL 那我們搭配的是Request API的UIL 那第三個點呢 則是Request Header必要資訊的設定 那我們剛剛前面有看到它的設定是 必須Content Type是Json 那Channel ID呢 就是我們LiPay商家後台的Channel ID 那Authorization Nons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使用Java程式產自的UID的隨機數 那最後Authorization的部分呢 就是Base64驗證簽章的部分 那我們Request Body Json格式的內容呢 我們在測試API之前 我們需要注意到的是 我們Request Body內的資料 是不能點Beautify來排版的 它會導致你排版過後的Request Body內的資料呢 與HMac加密格式的內容不一致 那它就會導致你API測試的失敗 那如果我們測試成功的時候呢 它會回覆我們0000代表的是成功 那它會給我們一組Web端的付款UIL 以及一組APP端的付款UIL 還有這次的本次的交易的代碼 Transation ID 那我們這邊是使用Web端的付款UIL 那它打開呢 就會是一個LiPay的付款畫面 那到這邊呢 我們就完成了消費者付款請求的Request API 那Request API完成後呢 它的跳轉頁面 就是我們在前面講到Readerate URL 的Confirm URL那邊設定的 那我這邊是使用Google來做範例 那它後面呢 就會帶有這次的交易代碼 Transation ID以及訂單變號Order ID 那我們Transation ID的部分呢 我們需要把它帶到接下來的Confirm API 來做操作以及測試 那我們就進入到第二個API Confirm API 商家請款的API 那我們一樣在LiPay的官方文件呢 我們可以找到Confirm API的部分 那它這邊會告訴我們說 Confirm API就是在用戶確認付款後 商家可以透過Confirm URL來完成交易 那如果Request API中的Payment Capture呢 它設置為False的話 那它就會意味著 這比交易的授權跟請款是分開的 那在分開的情況下 你完成付款後 它的狀態一樣會保持在代請款的狀態 那就需要再額外呼叫Capture API 來進行後續的處理 才能完成所有的交易流程 那Request API Payment Capture這部分呢 它預設是True的 所以它是不會將授權與請款分開的 那在不會分開的情況下 我們就只需要在完成Request API之後 直接呼叫Confirm API 那它就可以完成請款的動作 那就可以直接完成所有的交易流程 那我們這邊一樣可以看到 它提供的Confirm API呢就是POST 那Confirm API提供的UIL就是 B3 Payment Transition ID Confirm 那我們Confirm API程式呢 我們可以看到Confirm URL的部分 我們需要換成我們相對應 API所提供的UIL 那它就是提供的Transition ID的部分呢 我們必須把它更換成我們Request API付款完成的Transition ID 那才代表是這次的交易的測試 那我們一樣需要將Request Header所需要的資訊 帶到POSTMAN來進行測試 那這邊使用POSTMAN測試呢 一樣有四個注意的點 那第一個一樣是HTTP Method部分呢 一樣是POST的 那UIL一樣是使用Sandbus的測試環境 搭配我們這次Confirm API 那第三個點一樣是Request Header的必要資訊設定 那一樣是Content Type是JSON 然後來配商家的Channel ID 以及Authorization None 這是Java產自UID的隨機數 那最後一樣是Authorization Base64的驗證簽帳 那第四個呢 一樣是我們的RequestBody的結成格式的內容 那我們在測試Confirm API之前呢 我們打出去的UIL上的Transition ID的部分 也要更換成我們Request API付款完成回傳的Transition ID 那才代表是這次這筆交易的測試 那它成功的測試結果呢 就會是回傳我們0000代表成功 那它一樣會帶有這次的Transition ID 以及此訂單的內容的等資訊 那到這個步驟呢 我們就也完成了Confirm API的操作以及測試 那一次的交易流程呢 就是一次的Request API以及一次的Confirm API 那如果在Request API Payment Capture那邊呢 如果設置為Force的話 那就要再額外呼叫Capture API來進行處理 才可以完成所有的交易流程 那在我們完成一次的交易流程 一次Request API以及一次的Confirm API後呢 我們就可以到Sandbox的測試環境 就可以查看我們的交易紀錄 那它一樣是在LiPay商家的後台操作介面呢 找到測試環境的部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交易紀錄 那在看到交易紀錄的時候呢 我們就也可以確定我們的所有交易流程 都已經順利的完成了 那今年的鐵人賽呢 我也有使用Java搭配串接LiPay來當作我的主題 那我今年的主題就是 就算是初學者也能實作成功的 Java搭配Spring來實現串接LiPay的API 那我的內容就會有Java的後段物件 Java Beam的建置 那也會有LiPay API詳細文件的參考以及介紹 那也會有LiPay API的後段實作的程式碼 那也會有更多跟LiPay相關的API 我們會在鐵人賽裡面來做講解 那一樣會使用Postman來發送API請求 測試成果 那我們最後呢會使用Spring 使用RestTemper來發送API請求來測試成果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來鐵人賽 查看我的文章 那我現在已經完賽了 所以30天的內容都已經可以看了 所以有興趣的就可以來鐵人賽看一下 對 那我今天的主題Java串接LiPay呢 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